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人不肯去做事 启点赞 吃爸爸妈妈的 吃爸爸妈妈 住爸爸妈妈 用爸爸妈妈的 那不是很享受吗? 很享受 很苦 整个社会很苦 爸爸妈妈起初有很多心甘情愿 但是到他自己真真正正整个叫做棺材本 你知是什么? 知道 都被他用得七七八八的时候 他们开始的心就会有些动动 觉得自己这样做对不对 但是那时候都没有办法补救 已经太迟了 为什么我会说起初他们很心甘情愿呢? 原来起初大部分都不是迫于无奈的 有很多人是他自己造成的 你听过吗? 是自己父母造成他自己的子女 不去做事 依靠自己的 我都相信是这样 他觉得是保护子女的一个方法 不要子女在外面面对很多的不如意 很多的风风雨雨 是啊 分开两边来说 有一些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好心甘情愿的 那他心甘情愿是怎样呢? 我又认识了一位老夫妇 我认识他那时候已经80岁了 男的那位伯伯是80多 那他怎样当日心甘情愿呢? 只有一个儿子 那儿子还读了大学 大学毕业完之后 就想着很开心 等个儿子出去找工作 第一份工 那儿子当时是未够30岁 都不错那份工 但是要受人气 他回来呢 就每天回来 就跟他父母在那儿伸 很辛苦啊 怎样怎样啊 今天又说被人欺负啊 明天又说做极啊 都做不完啊 那些东西啊 那妈呢 就很疼儿子 听儿子伸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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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了一段时间呢 就觉得 咦? 现在你出去打份工 赚的又不是多 啊? 回来这么辛苦 你不如不要做了 那儿子起初也有点猶疑的 谁知道妈妈呢 听见她越生越什么的时候 她觉得越来越心痛 就说了一句说话 一句说话呢 就是说 现在妈妈养你不起啊? 啊? 要不然出来这么受人气啊? 你家里自己进修啦 那儿子真的听话啊 那由那分钟开始呢 差不多三十年 是完全没有出去做那份工 那起初妈妈年纪还轻啊 那时候 都是四十多岁而已 或者是当时五十多岁 还有气有力 还有少少的积蓄 好了 到现在过了三十年了 自己年近八十了 所有积蓄用得七七八八 嗯 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儿子没有去做事 嗯 那没得失业救济拿的 就是社会的福利没得拿的 还有就是 退休金也没有的 最大的问题 就是 一日三个人兑在家 一定有什么? 磨擦 开始对爸爸妈妈 不是好像以前那样 这么孝顺 这么有心 两老年纪大了 肯有病有痛 你求他车去看医生 难了 他家里不用做的 再一个就是 有些什么要入医院 希望儿子在医院照顾爸爸 更加不用说 所以到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妈妈跟我伸得很重要 起初他没有说自己这样的 只是说儿子不生性 不孝 身边的人告诉我 我们到这样了 你说如果给你 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处理到这两老的心情呢? 唉 真是 真是可以说自己拿来自食其果 但是好像马耳城催了 那怎么处理呢?师傅 没得处理 到这样的情况下 没办法啦 你已经职了三十年了 他离开这个世界 即脱离这个世界又三十年了 你要他现在才出去做事 难上加难了 所以呢 日日夜夜困 困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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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迫着你 大家互相斗气 那我们唯有就劝老人家 你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他说我信佛的 那李信佛的 那你去寺院咯 那年纪大那位就没办法啦 爸爸没办法啦 八十多岁 坐在轮椅那里 一天就是跟儿子在家吐气 那妈妈就叫做好 八十岁 还可以督之拐掌 走去寺院那里 都一天都可以消磨到两三个小时 所以到我们一个身为父母的人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 这个长远眼光的就是 你不是说所做的事 真真正正去疏你的子女 就是保护住他 不让他经受风雨 相反来说 现在的年轻人 就因为社会上那个 环境已经不同了 他在外面 他已经是受不起任何考验的 你要製造多一些困难给他 製造一些挫折给他 让他的免疫能力增强 在外面来说 他不至于说 没有了一种和人相处 受得起折磨的那种挫折力 是啊 这个父母的确是少了少少的 这个长远的眼光 但是我们看到身边的人 其实有些朋友 我们认识的 他儿子虽然不是很聪明 但是他怎么都要鼓励儿子走出去 走出去 比如说去找一份工 然后慢慢去成立自己的事业 因为他知道自己毕竟一定会老 这个儿子自己都要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可以去滋生自己的生活 相反来说 我们看到在香港 有很多伤残人士 就是天生 或者日后之后 自己成长了之后 遇到意外或者病 他残缺了 身体有部份 肢体残缺了 但是他有一个好的妈妈 我们看到很多 就是妈妈陪着他读书 帮他 在身边鼓励他支持他 完成了大学之后 或者是更高深的课程学业之后 他回到社会 他用回他自己这个经历 人生的经历 去鼓励其他有残障的人 那我们两个很大对比 本来一个健全的人 整天整天搞到身心都残废 是的 反过来一个身心有残缺的 身体不是身心 身体有残缺的人 由于他有一个好的亲人 或者自己有一个好的意念 他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目标 他可以走出他的困境 我们每一类人都见很多 是的 所以每一个任何的恩怨 未必是不好的 好像刚才杨师傅说的 那个父母养 那个儿子的例子 我在想这个儿子 不知道是福或者是和 我想他三十年前 他觉得自己是福 有哪一个人三十岁的时候 可以不用做事 有爸爸妈妈这么保护 但是三十年后 他应该会有一些感受 感受就是 他没有出息 到现在三十年来 都要靠爸爸妈妈给钱 还有的是 他有读书的 他有中学有大学的同学 甚至乎小学的同学 总有人是事业有成的 他一看到的时候 我相信 不多不少对他来说 都是一种刺激的 在那时候 他会觉得自己 很不如人 特别是 他因为他没有 在社会上 和人有接触 所以到我认识他 去年的时候 他都是没有结婚的 一世人 他没有谈过戀愛 所以在他来说 他可能会觉得 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所以福同和 不是一下子 在眼前的时候去判断 到你真的年纪大 还有 他再经历 现在爸爸妈妈还在 再过多 我不知道多少年 爸爸去年才进医院 不知道他再过多多少年 爸爸走完 妈妈走完 那时候 说真的遗产 剩下多少呢 他爸爸妈妈本身 起初也是打份工 很早都退休了 不可以足够他 吃过小 那时候他又怎么办呢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在家庭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向身边的人拿东西 我要你怎样 我希望你怎样 你应该怎样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享福 但是他的福有多少 可以去享受呢 但是 怎样都好 来到一个盡头的时候 真是可以看到 那个事实 已经现前了 听说你都是 出生在一个 和我们一样 很困苦 很贫苦的家庭 但是你自己 怎样又去掙扎求全呢 我爸爸妈妈 其实就不是很富有的 那我们家里 就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弟弟 那我们自小就在想 嗯 我们都是不要扣爸爸妈妈 来养我们了 而且家里的环境 是不是这么好 我们一定要自立更新 怎样都要读好书 然后自己去創业 所以自小 我们都没有 一定要扣爸爸妈妈 来养我们 甚至在爸爸妈妈那里 拿到什么遗产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所以自己就很努力 这样去学习 甚至是出社会工作 那这个就叫做软健 在你很小小的时候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 要靠自己 是啊 所以其实一个 不是很富裕的环境 其实都是对我们自己是好的 是一种磨练 和我又差不多 我又是出生是一个很多兄弟姐妹 家里又很贫困的家庭 是怎样的呢 是不是个个都出来创业呢 都叫做出来创业 但是我就很喜欢读书 嗯 但是家里的环境又很差 读完小学 我妈妈就 没读完的时候 她已经说了 我真的没有能力攻你读书 你要出来帮家庭 但是我真的很想很想读 是 那我就想计制 那想什么计制呢 我当时年纪更小 我当时是在澳门的 嗯 那逐间学校去见 我自己去找学校 是 找学校就把我的情况 跟那些老师说 那时候是几岁 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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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读完小学毕业 那个暑假 我就去找工作 找些工作 但是呢 就经常是跟别人说 我做暑期工的 因为我很有信心 也很有希望 我可以上到中学 嗯 但是我知道那时候 妈妈一早已经说了 我没有这样的条件 嗯 我天天走出去 在澳门里 很多很多街 很多很多店 逐间去问别人 甚至乎去一些 叫做澳门的 中上的住宅区 敲门 敲什么门呢 问别人 你请不请打住家工 哈哈哈 我想去做打住家工 不过我都是做 做两个月而已 那人家说 嘿 弟弟 哈哈哈 我们不请那么短时间的 那又走了 最终有没有找到啊 嗯 都找了一段时间 没有找到 为什么没有找到 妈妈被我打到 哦 她看到我天天地走出去 去找学校 那终于呢 她就试有一次 拿着我的成绩表 嗯 就去澳门一间 我们住的附近 一间学校那裡 问学校收不收我 那学校看了我的成绩 我当时考得挺好的 全级考第四名 那老师当然收我了 说有位 那我妈妈就说 家里的环境 那位主任呢 校务主任呢 就提议 如果是这样 你可以给她做半工讀生 半工讀生 就是一路在学校 负责打数 帮手清洁 就照样交一些学费 那样 啊 我很开心啊 那时候 一个月有20元 嗯 20元 就是给你的 给我的 有20元 那我就 那天天 所有同学走完之后 真的偷我一个留下 嗯 我就去负责 掃学校的 每一个课室啊 倒垃圾啊 洗厕所啊 那样啦 哇 好多事情做啊 那时候都挺多的 不过那些阿嬸 又可能见到我 傻头傻佬 我又不是很出声的 那些阿嬸又很疼我 那些老师又很疼我 嗯 那我就是这样 那样 由中一那样讀啦 要自力更生的啊 你有一个愿望 你想读书 你一定要付出啊 就是 終于都读到中学八业的 是啊 是啊 我那时候都叫做 好苦啊 好想好想继续再读书 那过了之后呢 我就自己一路一路进修了 是 所以经历苦啊 其实未必是不好的 我们都有听到 很多的这个 这个爹地妈咪啊 跟我们讲 就是她的子女啊 不肯去学校啊 不肯去读书啊 不肯去读书啊 因为经历了少少的挫折 甚至是 但是这个父母啊 不知道怎样去教育 教育我们的这个下一代啊 现在呢 讲教育呢 教育下一代呢 我觉得先教育父母先呢 在现在这个社会呢 做父母呢 他事实上呢 没有经历过一个做父母的培训 自己就去做了别人的父母 没错 他根本不知道 父母应该负什么责任 应该做好些什么 才为止一个好的爸爸妈妈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以前的人喔 以前的人不同喔 以前的人 说生 结婚 说生就生 那他也是 说生就生 他以为老一辈可以 为什么我们不行 他没有遗意 整个社会已经不同了 嗯 不同了的时候 我们就要怎样呢 因应社会的需求 你的子女 不是等于你那代的时候 那麽听话 那麽单纯啊 嗯 现在的小孩你看 很夸张啊 八岁已经说可以 可以自杀 或者可以离家出走 可以不认爸爸妈妈 甚至乎是告爸爸妈妈 等等等等 以前的社会是不会出现的嘛 所以我们 一定要明白 知道了 这个社会是不同了以前 我们如果是想 我们的下一代好 或者想我们自己好 我们自己要 现在要进修啊 没错 要反省啊 嗯 要用方法去改变啊 是啊 所以有些爸爸妈妈 就和我们谈的时候呢 就是唯有鼓励他们 去和其他的父母 多些接触 多些交流 那可以可能吸收 多多少少的 这个所谓救子女的 就是这个方法呢 我想家长和家长呢 可以的 我见很多时候呢 那些学校呢 是很严重的 不是我们父母这一辈人的学悉 能够解决得到的 最好呢 就是 看看有些什么 我们可以 从我们子女的心态那里 由她的心态入手 为什么要由心态入手呢 就好像我之前 举例那位朋友那样 她嫌在公司受人气 是 那她就不行了 那为什么她会嫌受人气呢 如果我们一路追查下去 一定是 在家里舒服 在外面公司 没错 是吗 那妈妈年轻的时候 想着 靠她开枝散叶的 传宗接代的 肯定会疼她 好了 见她受不起挫折的时候 自己的心又痛了 就肯定要保护她 所以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 不是在子女那里 反而是在哪里 父母那里 在自己那里 那我们解决子女的问题 原来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那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根本你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怎么解决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一些人 从子女的心态 去反映回 照射回 反省回 我们自己的心态 这真是要有些专业的人 或者是有色知识 有经验的人帮我们 是啊 所以我们说 父母是子女的 这个生命之中的 所谓第一个老师 我们的父母 真的要自我充实才行 所以现在整整整整 有很多人 不生的 你知不知道 听过 听过 有听过 他们觉得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太苦了 不要生这个 生多求出来 让他们受苦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又听回来 就是说 反正都是这样 我当然先顾了自己 顾了自己享受 吃喝玩乐 自由自在 这样先 人的 那个 倫理的关系 在近这二十年 又受到很大的冲击 不会有 父母养子 子养回下一代 这种这样的心态 每一个人都是顾自己 我刚才说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有很多人 他是很想下一代好 之前说的就是想下一代好 要保护他 另外有一些就是 他也是很想下一代好的 但是他找不到方法 他都不知道怎么做 很多爸爸妈妈 很多爸爸妈妈 以为 以为 好啦 你暂时是 给多些时间 你 外面 很多年轻的一代受不了挫折 很多人就跳楼 或者用任何方式去接触自己生命 那些爸爸妈妈 怕自己的子女走这一步 于是先保护着他 你不用急的 慢慢玩 那其实他自己都很心急 做父母都很心急 因为知道 再擠下去的时候 不知道有什么情况发生 果然 有很多就是 那些子女找一下 咦 在家里原来都可以有吃有住 这个就出现在子女那里 或者是自己的下一代 他知道 我只要一天找不到工作 爸爸妈妈一天 都还是给我的机会 我还有个空间 那 那 到了一段时间之后 父母就心急了 就追他了 你快点找我 那他又不断出去找一下之后 做一头半个月 那他又说 要么就说人家炒 要么就说人家不要他 要么就说这份工不适合自己 那又借这些又回家 所以又变成一个很惯性的社会现象 所以现在做爸爸妈妈 真是两难 因为人心是很难测 你照顾他太好 又不行 你不照顾他 又随时有问题出现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人就选择 哎呀 既然是这么难搞 我就怎样 不生了 我不靠 我不养了 整成是两代 一个很大很大的矛盾和冲突 不是一下子 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得到 所以呢 家家有本常念的经 这部经 大家念来念去 念来念去都很烦恼 很苦恼 所以我们 起初的时候 要起得好 起得好的就是 你要决定 怎样生你的下一代的时候 你必须要做好 你自己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准备 嗯 你要面对你的子女 由他出生 到他长大成人 到他在出来社会上 能够成家立业 你都要能够知道你有能力 去沿路去辅助他的 你才好生出来 所以在这个长远的路上 要不断不断去充实自己 真是不容易 那些人经常说 恨有个子女 恨啊 他经常以为生得出 那个就已经达到目的 那时候不是啊 那时候才是开始 那时候才是开始啊 没错啊 你说得真是好啊 那时候开始 我们这个节目 今天又差不多了 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啊 这个啊 我们都是留给父母 去好好地深思 去深思一下啊 如果你们做父母的 对你的子女有什么期望 你失落了 奉劝大家 奉劝大家 给多一点时间自己 不要一下子呢 对自己 对你身边的人 太过迫白 为什么呢 所有东西都会变的 你不知道下一分钟 会变成什么 你一定要知道 你到底 你到底想要你的子女是怎么样 你不要想着 希望他可以 好像你这样 照顾他一世 或者可以好像你这样 照顾他二十年 你不要想 你一定失望 你的责任是 让他大 他以后能够自食其力 那就算了 如果你是可以这样的话 你的烦恼会少一半 好了 如果你现在你的子女 真的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做了珠米大虫 做了你的包袱的话 你要想办法 你要想办法 站在子女的立场 那个心态就想想 有些什么 你可以鼓励他走出来的 给多些希望 给多些鼓励他 不要只是批评 不要只是责麻 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 再见 好吗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